拍摄到这批野狼已经不止一次,它在牧区里前踪引迹,每当夜幕降临,野狼就会溜进村落里狩猎。 在之前的两个月内,这批野狼猎杀了多只家畜,给牧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 这批野狼的体型并不是很大,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狡诈。 白天的时候,男人们带着牧羊犬出去游牧,野狼肆无忌惮地在牧区里游街窜巷,这样不仅危及到家属的安全,甚至影响到了女人和孩子们的正常生活。 山坡上同样危机重重。 有时候牧民们并没有远离村落,没想到野狼的袭击竟是如此猖獗。 在发现野狼以后,多只牧羊犬立刻冲出去驱赶,不排除就是同一批野狼所为,但是它逃跑的速度很快。 一溜烟的功夫,这批野狼已经消失在了黑夜里。 尽管袭击并没有发生,但是每当遭遇野狼,牧民们不得不加强防范。 牧羊犬全部分散在羊群的周边,安全工作一刻也不敢松切,甚至很多时候像这样的彻夜守护都在所难免。 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。 负责野群的牧民发现了这批野狼。 为了防止野狼再次逃窜,它赶紧放开了高大的牧羊犬进行追击。 村里的监控很可能拍摄下了野狼的活动。 但是考虑到牧羊犬的安全,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刻为它派出后援。 当队伍集合完毕以后,尴尬的一幕出现了,多只牧羊犬停在了村口处。 他们没有搜寻到第一只牧羊犬的去向,牧民们也感到非常诧异。 没想到这只牧羊犬竟是如此神速,它很可能并不是沿着大陆而去。 当然,也正是这只牧羊犬的及时出击。 这一次,这批野狼没能成功逃脱。 直到天色发白,负责搜寻的牧羊犬已经奔走了数公里。 最终,他们在山坡上找到了自己的同伴。 此刻,战斗已经宣告结束。 牧羊犬独自站在山坡上,它高傲的姿态宛如凯旋归来的王。 但是尚未到达现场之前,牧民们还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 他们也没有想到,这只牧羊犬已经杀死了这批野狼。 回到村落以后,牧羊犬气喘吁吁,全身厮杀的痕迹非常明显。 尤其是他的脸部伤势最为严重,咬痕很深,几乎快要伤及到了眼睛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,牧羊犬恢复了平静,伤口也得到了处理。 他的情绪开始显得低落了很多。 当然,他追击的目标代价更大,这批野狼已经死在了山坡上。 第二天游牧的时候,牧民们专门从村后的山坡出发,因为他们还惦记着牧羊犬的猎杀现场。 果然的确就是这批野狼对于这个杀手的形象,牧民们已经记忆犹新。 他的身材并不算很大,但是凶猛程度却也异常惊人。 然而今天,他总算是碰到了自己的克星。 牧羊犬拥有绝对的体型优势,双方打斗的场面无容置疑。 但是牧民们很难想象的是,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追击过程。 最终在树公里外的山坡上,牧羊犬成功拿下了这位猖狂已久的杀手。 狼群在山坡的空地上捕获了这只羊,随后将其带进树林并吞噬了它的内脏。 由于未能妥善保护羊群,狗遭到了牧民的严厉斥责。 可以想象,狗们心中充满了委屈,在狼频繁出没的地方,他们无法做到完美无缺的守护。 山上满是狼的足迹,当他们追逐一只狼时,其他狼可能会趁机从树林中窜出捕获羊群。 如果他们不去驱赶周围的威胁,他们还会受到主人的指责。 至于那只被狼趁机捕杀的羊,狗们心里清楚,一定是在他们忙于驱赶其他狼时,狼抓住了机会。 然而,守护羊群的牧民并未察觉这一情况,导致了羊的悲剧。 毫无疑问,狗们背负了不公的指责,尽管他们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冤屈。 狼成功捕杀了牧民的羊,并未远离。 不久,牧民的两条砍高拳再次发现了狼的踪迹,并迅速向空地边缘的树林奔去。 牧民急忙前去支援,在树木间的空隙中,他看见了一匹狼的身影。 狼在意识到被砍高拳发现后,选择了撤退。 牧民迅速指挥他的两条牧羊犬,追击这匹嚣张的狼。 两条砍高拳和狼都消失在了树林中。 牧民加快了步伐,前去支援他的狗。 显然,牧民并不想放过这匹可能杀害了他羊的狼。 牧民的支援无疑会让他的砍高拳越战越勇,甚至抓住这匹狼。 在对面山坡的树林中,牧民听到了他两条砍高拳的狂吠声。 但遗憾的是,尽管牧民观察了很长时间,却未能看到狼和砍高拳的身影。 牧民推测,他的两条砍高拳可能追着狼沿着山谷向山峡跑去,或者爬上山脊消失在山后,他知道自己无法用双腿追上它们。 牧民决定沿着山坡向山下走去,在山下使用无人机追踪两条砍高拳的踪迹,也许还能找到狼。 当然,牧民也可能担心山下的羊群,担心在砍高拳的保护下,羊群会再次遭受狼的侵袭。 毕竟已有前车之鉴,一只羊在失去砍高拳的保护后被狼叼走了。 牧民很快到达山下,幸运的是,他的羊群在其他牧羊人的守护下并未受到狼的侵袭。 牧民急忙放飞无人机,沿着他刚刚下山的路线追踪。 尽管已是秋季,山上的松树依然郁郁葱葱,牧民无法通过无人机从高空发现他的两条砍高拳,他们可能隐藏在树林中或者根本不在这些地方。 遗憾的是,牧民没有给他的狗榜上GPS定位器,他在山上寻找了很久,但未能找到他的狗或狼,最终在无人机电池耗尽前不得不返回。 到了下午,当牧民将羊群赶回家时,他那两条追狼的砍高拳也回来了,他们喘着粗气,显得非常疲惫。 一条砍高拳身上有被狼咬伤的痕迹,而另一条砍高拳的脖子上还流有狼的口水。 显然,这两条砍高拳与狼在山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,那么,他们是否成功捕获了狼呢? 视频转到一天后,牧民接到电话,得知其他牧羊人的狗在一处空地上发现了一匹狼的尸体。 狼已经死去多时,牧民据此判断,这匹狼应该就是被他那两条砍高拳捕获的。 而且,在他两条砍高拳的身上,也确实发现了他们与狼搏斗的痕迹。 只是没想到他们真的捕获了一匹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